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朋友圈啊 抖音点赞啊 微博啊 看到如果他点赞一些伤感文案啊 或者是不开心的东西啊 可能想到我了 或者怎么样 如果他发一些出去玩啊干嘛的 可能他很开心 怎么想不起来我那时候 就因为也没有删朋友圈子 也没有删微信之类的 好像看他最近有没有和别的小哥哥出去玩之类的 我看他换了三个对象 那前面生气后来看习惯了 嗨 又换对象了 牛皮 肯定会啊 就是让朋友去把朋友圈鞋涂下来给我看 我对象跟他前任睡在一起了 我的朋友他的朋友也都知道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瞒着我的 然后最后不小心说漏嘴 就说一开始就也没有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段感情到尽头了 我就一直问他为什么 然后才会说到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才知道他跟他的前任 那两天都在睡在一起 自己已经承认这个事实了 喜欢他是肯定的 但是我不可能跟他和 因为如果我跟他和好了 不光丢我自己的人 也丢我朋友的人 毕竟我朋友 因为我把这事情是告诉我了 跟我对象也闹掰了 那个我是真的会 虽然我知道他是一个渣男 但是我跟他也谈了那么久嘛 就我女孩子都是比较感性 就比较重感情的 我是那种 我会记得人家手机号码 会记得他微信号的那种 我尽管上了他的微信 我也会搜索他的微信 我不会添加 但是我会看 我心想万一哪天 他的朋友圈就可以 就对外开放了 我会这样子想 看他头上有没有换 名字有没有换 或者抖音 他有没有拍抖音 有没有点赞那种更新 那种喜欢的点赞 而且我会看QQ的那种访问 我看他会不会来看我空间 会不会有点忏悔 想挽回我的感觉 就当初他不是后面加我一次吗 第一句开口就说 你可以先借我两三百块钱吗 等我有钱了还给你 我就猛了 当时我还保留一丝丝的 我还觉得他可能会 会找我干嘛 道歉或者怎么样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也很想借给你 但是我没钱 对 就结束了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一直都在付出 就比如说我刚开始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生日的时候 我也给他买鞋 就其实那个鞋 我自己都穿不起 阿迪达斯的 也就九百多块钱 但是我是没穿 我就是那个时候脑子糊涂了 他就给我发过一个红包 52块钱 是我生日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52块钱红包 我那个时候 我开心得不得了 我道具就给我闺蜜说 你看他给我发红包了 真的是那种感觉 我现在觉得52块钱 顶什么 做个指甲踢个钻都不止 有的时候他会问我 你比如说 宝贝我没有化费了 你帮我交化费好不好 我就会讲 屁电屁电就讲 我说你以后绝对不会有一个 就有这样对你这么好 讨行讨费的那种 真的对你好的人 会 我觉得我肯定是会的 具体看什么 我倒不一定 小时候就是更小一点的时候 觉得说 一定要他过得比我差 长大之后就觉得没有必要 大家都过得好挺好的 提到这个 我就想起来了 我姐她已经结婚了 但她昨天发现 今天才跟我说 她发现她老公 没有删掉她的初恋女友 她说 我觉得她的前女友太不会了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她的初恋女友 居然还没有让她删掉 我说 她初恋女友 其实已经怀二胎了 我就说根本没有必要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姐就说 不 如果她今天不删掉 我就跟她离婚 我姐是那种很有情感洁癖的人 不会 好马不识会多少 直接拉出家山黑 她家境很差 然后她爸妈跟她催婚 她爸妈找到我 问题要么结婚 要么分手 她爸妈既然是这样 那婚后也不会太好的 我不强求任何一段感情 我也不希望 那个人强求我的感情 她挽留我朋友 家境就算以后结婚在一起 两个人各个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她已经结婚了 她婚后不是太好吧 家暴 男朋友喝酒 不会不会 完完全全不会 我会不给自己制造那个机会 我连抖音上面的at全部删掉了 一个晚上全部删掉了 熬了个夜嘛 很快的 对 过去都过去了嘛 你怀念你也回不去了嘛 别人都不知道 我就干嘛自己一个人伤心 其实小时候小孩不也这样吗 摔下来的时候 旁边没大人她才不哭 活在当下嘛 就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想了 想了她也不会回来找你 找了也会分嘛 还不如就不要再在一起浪费时间了 只要自己开心干啥都行